今天是2024年3月9日 快必開往拔摩島的行程第1282日 快必3月3日寄出3月份的第一封信 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貓士收到你的信 你對我的祝福今年或明年回家 是我送給自己的輝春 不過我猜明年就比較實際、現實 有人希望今年7月走得 今年7月 我笑著跟他們說 今年7月啡色衣服未必能轉 你覺得我猜得對嗎? Fan 你寄給我的信和明信片 都收到用小王子的信紙寫的很棒 我十年前都和中童去過菲佗這個地方 是一個又寧靜又美麗的小地方 還吃了出名的牛肉 那年我們一班中童去浸露天溫泉 漫天風雪 又去伊豆那裡有出名的母娘 我們有美好的回憶 所有美好的回憶都支撐著我 是圓獄的每一天 即其診我都收到你的信和卡 這張卡是二次創作 Hamlet的to be or not to be 變成to be or not to be 這個是silly question 當然是啤 我記得上年二零二三年 你寄給我的信和卡 要幾個月才收到 今年寄的聖誕卡又不錯 向山舉目二月十四十五和十八 三封信和圖以及文章都收到 那首福音月曲 將賀年歌祝福你改歌詞很棒 我以前年年都改賀年歌和聖誕歌 不知道你那時候認識我沒有? 有沒有印象呢? 有一年在九東街站報街音 有個小女兒哭著說我好改些聖誕歌 我到今天仍然耿耿於懷 是我在冤獄之中經常想起的事 為什麼呢? 美思的事、車工的事、流王法的事 快別啦應該記錯了流王法 她已經死鬼了 求簽那個人是她的兒子 我也知道的 為香港人出喜 冥冥中有主宰低質素的人 自障感當然什麼都錯 是注定的敗局、死局 可憐一個很好的地方就這樣over ViuTV又對組合叫做Rover 一定是鄭慶了 Rover, Rover, Hong Kong is over 黃的媽媽收到你2月16、16、19、21的信 卡圖都收到了 我由始至終都建議小朋友 看少一些網上是非的東西 不要成為那些人的食量 自己反而要好好找些有益的餵養 世界慌亂、心不好亂 那些炒作是非的 有愧於今天的香港 有愧於時代和歷史 你說到我們的劇情 一定有遲無早 不過對我來說 遲些都不要緊 灰色衫有私飯吃 又有人探 OK的 只是怕外面老人家 等不及我們回家 如果發生 是遺憾一生都無法補償 我經常說一切都是劇情和演員 連大狀都信服我這個判斷 有位少女在啟德地鐵站 被四黑徑非禮 但控方不告她非禮 告她普通襲擊 為什麼呢? 用不傷情的控罪 被一位假髮演員放她 夾好了 我特別同情 而且關心那位女同學 究竟在她心裡 會留下一度怎樣的傷痕 白日之下 連笑日記 看拍都拍不到 這麼真實 同不同意呢? 希望那位女同學 能夠堅強 保持內心明亮 Mai Kong 收到你2月22日的信 黃明志那首小熊為你好正 周圍的人都笑死 歌詞串串共感好正 遙遠的東方有一群人 心在祖國人在倫敦 還有句笑死 兄弟情深 留島不留人 然後跑去變成Singaporean 好正 我們有位人力朋友在加拿大 她穿著人力黃色T 那裡的碧綠妮 認得人力的拳頭標誌 於是在那裡搞事 幾乎打架 劣質人 劣質貨 禍及全球 真是好體現到 口港愛國 身在愛國 Therisa收到你2月8日的信 用了新的信子 好好的 拜登都撈亂了 烏克蘭和加沙 日本小姐冠軍 是烏克蘭美女 又有什麼所謂呢? Angel Hoi收到你2月13日和20日的明信片 阿里山的火車我都很想去坐下 有沒有櫻花呢? 我有一位中童年初去台灣探望另一位中童 他們在71門口喝咖啡坐天亮 真是又浪漫又美好的一晚 我在這裡都分享他們的友誼 以上回覆大家的信 我都在3月1日收到的 剛剛看完一本叫做 《戰火下我們依然喝咖啡》 是2023年年尾才出版一本很新的書 我在2024年的2月底看完 是講一位記者的報道文章 好看 我看這本書的時候 幻想著如果有一天 台灣被人打 我剛巧又在那裡 到時的生活會是怎樣呢? 我會不會好像烏克蘭人 在戰火之下喝咖啡還是喝啤酒呢? 我覺得戰爭會越來越多 也會越來越頻繁 而且不會短時間結束 因為烏克蘭和加沙 我們看到雙方的背後 隱藏著兩方面的支持 根本是盟國和俗心國的對壘犯版 但是為免核戰 又為了避免稱為第三次世界大戰 所以就好像近年這種情況 由2022年的2月尾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雙方開戰 那時我還未是啡色衣服 4月我才轉了啡色衣服 那時大家都以為戰爭很快結束 我讀這本《戰火下》 我們依然喝咖啡 看到那些烏克蘭人 以為不會打仗 怎知 又以為很快打完 可以回家 又怎知 後來烏克蘭人學習了與戰爭共存 戰爭會持續很久 因此要好好地分配力量 這個不是短跑那種 一起跑就知道分曉 這個是一場麻拉松 有一位藝術家叫做辛奇夫斯基 他加入了志願軍 不是為了打仗 而是為了畫畫 為了強調自己是軍隊的一份子 他會穿著防膽背心 上面有志願軍的標記 他在咖啡館和餐廳都穿著 起初他以為 國家被入侵的時候 沒有人會需要他的藝術品 由開戰至這本書出版 他已經完成了二十多件作品 有一次他在街上畫畫 有一輛警車駛近 他以為他自己惹上什麼麻煩 結果他聽到廣播說 多謝你的作品 烏克蘭的警察是好的 有人問俄羅斯的攻擊 到底想表示什麼呢? 他回答說 根本沒有什麼想表示 只是想壓迫烏克蘭人 使烏克蘭人害怕回來 但是很多離開的都主動回到原本所屬的城市 自己的國家 每個人都盡力去做自己能做的事 有人加入軍隊 有人加入自願軍行列 幫助軍隊和平衡 有人幫忙搬送物資 這位藝術家覺得 哈爾科夫這個城市 在戰爭期間是一個成城 卡苗說過 人類身上值得敬佩的東西 比令人鄙視的多 我將會說多些關於烏克蘭的故事 2024年3月整個月都是大齋期與虎期 我們要多些思考苦難 烏克蘭、加沙、緬甸 也要思考往死的人 在俄羅斯往死的 在巴勒斯坦一帶往死的 在緬甸、烏克蘭、伊朗 歷史上古往今來被冤枉的 在所有極權下被冤枉的 Lent 四周期 當我們紀念別人的時候 我們自己也同時被紀念 話今快快又到復活節 如果你還未寫信給快必或其他船員 是時候的起心肝 不要懶、不要害羞 找時間買張漂亮的復活節卡 寄給快必或其他船員 收到你的信和卡 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勵 寫開信的朋友請繼續寫 不要停 至於很久沒有寫信的朋友 有時間的話就加入不友的行列 更新一下自己的禁方 不過提醒一下寫信記卡 記住不可以有閃粉、不可以有貼紙 不可以有釘、書釘 也不可以3D突出來那種 但烏金烏銀就OK的 來信請寄去香港七姊妹郵政局 郵政信箱60141號 好啦今天講到這裡先 拜拜 拜拜